通报没有说明梁怡坚被调查的详情 梁怡坚1987年10月起 一直在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工作 曾任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宣教处副处长 组织处处长 政治部副主任 1999年7月起 任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 党委委员 政治部副主任 组织处处长 2002年7月起 任甘肃省监狱局党委委员政委 2015年11月退休 另据明慧网报道 梁怡坚任职期间 曾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 北京大法弟子曹东 2006年5月21日 与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施考特 见面后两小时 遭中共国安绑架 被劫持到老家甘肃 非法判五年 关于在甘肃省天水监狱 兰州市前少校军官王有江 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被国保警察绑架 非法判刑六年 在兰州监狱遭受酷刑 甘肃惠宁县法轮功学员 原一级警官陈仲轩 被非法判刑六年 入狱一年后才和家人见面 兰州法轮功学员卢月灵 被非法关在甘肃女子监狱不到三个月 右胳膊和右腿被打断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正在追查梁亿坚的相关责任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对路要见 正在一个路下轮功 收到匿出 祭陵囊 项岌 立刻 zijn 穿 徽